嘿嘿嘿,聊四季,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eon 今天要來看瑪雅人對上賽特輪 那這場比賽是天梯阿博地圖 好,那很久沒有來做單挑系列了 那我們就稍微來講解雙方的一個文明吧 那瑪雅人這個文明前期的經濟算是一個不錯的 那後期的話有這個支援永續的效果的關係 所以導致讓他的經濟也不會差到哪裡 因為這個金光可以一直挖一直爽 那再來就是為什麼說他前期經濟還不錯 是因為他一開始就有一個村民的領先數 而且又有這個支付技術的加持 所以他一開始的經濟領先就是不用再等支付技術的那個等待時間 畢竟國藝村然後又按那個支付時間 大概領先幅度是稍微有一點點的 那最主要的一個經濟領先是前期的肉量的這個減少量 這個比較少一點 像是這個綿羊阿或是肉阿豬肉阿之類的還有果子 都可以吃了更久一點 那讓他在前期的經濟上面又再更好上一些些喔 那我認為瑪雅人應該算是第二號了吧 長期來看的話應該算是第二號 但我覺得最好打到最大後期應該是瑪雅 那中期的話應該是阿茲特克 南美咒文明來說的話阿茲特克應該是第二名 那但是打到大後期的話瑪雅可能是最好經濟的 因為這個金黃可以挖更久 比這個阿茲挖的更久一點 那瑪雅的話他的工兵是有減免的 但是毛兵沒有 那這部分之前有觀眾有糾正過 那我也非常抱歉 之前跟大家一直講錯誤的訊息 但是他的毛兵雖然沒有減免 但是有這個銀罐 紫毛器嗎 不是紫毛器是阿茲的 這個他等下銀罐之後 這個毛兵就會有散彈效果 所以瑪雅在後期的垃圾兵大戰 對抗對方的工兵 或是一些奇怪的 很坦的一個馬的時候 這個散彈戰矛其實傷害是蠻高的 雖然打麻藤只有一滴血 但由於是散彈的關係 每一隻的矛都有一滴血的傷害 所以其實效果還算是不錯的 好那後期他黃金果 那如果有打的話我們再繼續做介紹 那來講一下這個賽爾特人 賽爾特人的話 我覺得這個對決非常特別 所以今天才來拍這個影片 因為大家的認知來說的話 都是瑪雅人是康克這個賽爾特人 因為瑪雅人是工兵喔 工兵國 那賽爾特人是步兵國 那基本上工兵反而是康克步兵嘛 這是很理所當然的事情 那賽爾特人的話 他的一個文明特性喔 是伐木是不是最快的文明喔 那他的伐木很快喔 這個20%加速 黑暗時代開始就有了 所以導致他的前期經濟是很好的 那他有個打法 算是一個直層打生頭戰術 是他的專屬打法 這個經濟配置只要配得夠好 可以大概在12分鐘13分鐘 上城堡時代吧 然後直接伸頭開閘 這個 那個第一個時間timing點喔 你可能還沒到城堡時代 對面投死車都可能過來砸你喔 這是非常強悍的 所以如果你要避免對手用這一招的話 要盡可能喔 前期去做一點騷擾 讓對方沒有辦法 還會弄上城堡時代 甚至讓他封建跟他打久一點 那到了城堡時代之後 你才會比較的足夠經濟喔 跟對手抗衡 那賽爾特人的話 前期的一個打法 還是比較偏向於 為死上職程方式 那也可以打一個封建小弓喔 轉肉碼的方式喔 都可以 單挑的打法的話 就是什麼都要自己來 就不像團戰一樣喔 只可以輸單一兵走 對賽爾特人的話 前期是比較需要考驗的 尤其是封建時代 後期的話也比較多選的喔 頭車啊 或者是這個 或者是 賽爾特步兵啊 還有一些 奇怪的打法 遊俠之類的 那他遊俠是非常爛的 賽爾特人的遊俠 應該是全龍系裡面最廢的 除了沒有品種之外 也沒有三寶 有夠慘 好 那我們就來稍微加速一下 看一下雙方的一個打法選擇 那這邊賽爾特人選擇的是 步兵開主喔 這邊應該是會打棒棒喔 對 因為他是步兵文明 那同時呢 賽爾特人喔 也是步兵跑速最快的文明 那這邊是選擇了 三棒棒騷擾點封建時代 的一個升級方式 那有可能是會升級 裝甲步兵的打法 打一個 封建貪名升級 裝甲步兵 然後拖延時間 然後讓這以上 直層的一個標準打法 也不算標準阿 就是一個 比較常見的打法 那這個打法的話 對他前期來說 是稍微有點利的 那瑪雅人這邊的話 雖然也是打三棒棒 但是這邊沒有移動速度的關係 如果只要 以烈士的情況下 就很容易被 賽爾特人追著打 現在賽爾特人的移動速度非常快的 哇你看像這樣子 直接就陷入烈士了 這樣再打下去的話 其實對瑪雅人是不好的 但是他這邊還是挺著拉走 因為這邊有上坡 他這邊要先考慮一下 對方上坡反打的可能性 好讓自己再上了上坡之後再往上繼續追喔 這是比較好的 好這邊又是上坡囉 好這邊又是上坡囉 這個就是 他們一個前期的一個 心理博弈的一個 制衡的一個地方 這次算是比較高手級別喔 才會出現這種 心理上的博弈的部分 我覺得這是蠻值得 跟各位介紹的這個比賽 好那這邊 瑪雅這邊 看到對方已經升級裝甲 這邊直接取消到裝甲 不必升級喔 這個也是一個細節 當你已經知道 對手已經大普領先你的 兵力的時候 你就不應該再投資更多的 步兵喔 的一個投資資源 在他這個步兵的升級上 你不如把這個140肉 弄到這個伐木 或是這個農田上 會讓自己的經濟更好一些喔 然後轉出一些工兵 去康和對方的步兵 這樣就好 但是這邊已經足夠讓賽爾特人喔 這邊已經賺到一點小小的優勢喔 而且這邊還轉出工兵來了 那我們剛剛有說 單挑的情況上就是 你不能只出步兵喔 什麼兵都要出 所以賽爾特人我覺得這個文明 比較不太適合新手去玩 很容易打不贏對手 因為新手的話 還是單一練 單一兵種就好 然後全出工兵啊 全出馬之類的 這個比較講究 控兵的部分 我們就先不多談 好 那這邊裝甲部兵過來 看到有兩條路 欸這邊是要來打路的意思嗎 還是要繞到後方 好這邊是想要盡可能的喔 避免他這個 防務的視野 看到裝甲部兵過來 但其實瑪雅人的防守已經算是不錯的了 已經該圍的都圍好了 好這邊刺頭 看到這邊其實可以打 上方還沒有圍死 但這邊 直接鑽到果子的洞 裝甲部兵砍聰明的傷害是非常高的 直接半血 這邊沒有用刺頭去卡下位 有點可惜 一村都沒拿到 那還行 這邊還有一個洞 欸有補起來 OK 那這樣子的話 賽爾特人前期的一個進攻 稍微就被壓制了 那目前工兵前方是一個遠端吃肉 村民可以去打著鷹刺猴 果然打鷹刺猴 工兵繼續射對方工兵就好 好 那這邊兩隻鷹刺猴直接被吃掉 三隻村民直接拿著肉 又拿著肉來去打人了 但這邊有毛兵喔 毛兵康可的效果其實是很不錯的 OK 這邊案子毛兵相當好 好這邊就在補工兵 那前線的裝潮部分直接原地開打 那目前兩邊的KD值看起來 是這個賽爾特人有這個一村的優勢 好 已經有打到一村的喔 TC 欸是有一村嗎 還沒有 然後KD值來說雖然 賽爾特人這邊落後一村喔 但很明顯 你看這個織布技術的一個經濟領先喔 就很明顯 直接 欸等一下它是 欸等一下不對 這個是 欸 賽爾特人剛剛死一村是不是 看一下喔 欸 這個 它哪時候塗到一村啊 還是是我看錯了 這個 不太確定了 那沒關係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 那工兵繼續往前 因此喔在後方 好這邊有一個細節 因此喔直接去打後方的 工兵先做開刀的動作 待會再去處理這些毛病喔 那因此喔前期上來說是沒有太多血量跟跑速的 所以這個數量上來說 對方工兵一朵還是很容易被反殺的喔 像這樣子喔 那肉馬的血量就會比陰刺猴再多一些喔 大概都會多5滴血 但是價格又要80肉 其實陰刺猴來說是比較划算一點點的 黃金50加上20的肉 所以它如果是出陰刺猴打法 黃金可能上要多暗一點喔 但是可以省下非常多的肉 去點一下異防阿 或是一級四喔 或是直接蓋更多的田 直接上城堡時代 對方來說是比較有營養一點 好這邊前線有點打不太贏了 這邊決定要直接蓋一個箭塔 那這邊賽爾特人的優勢就會非常巨大了 因為只要讓對手蓋掉一根塔 125石頭加上50怒頭的一個經濟喔 所以我就會大幅領先 城堡時代開農的一個經濟過程 好 後面稍微要拉打一下 不能再硬打 OK 好那這邊螞蟻喔 待會可能要再下一個四級喔 去補一下這個肉量 因為它這邊挖進的人太多 待會勢必喔一定會爆金 那爆金的情況下 肉可能會落後對手 那你看現在對方肉已經真的是蠻多的 待會可能要試用靠一個買賣 買一堆肉上去 城堡時代會好一些 那前期的攻防戰看起來 瑪雅算是偏劣勢喔 賽爾特人利用自己的伐木科技的優勢 也不是科技喔 伐木的原本就20%加速的關係喔 導致賽爾特人現在在封建時代戳得越久 他的經濟也慢慢越來越好 因為可以撒更多的田 田的數量很容易領先對手 這邊起手稍微斷兵 毛兵稍微回去防守一下 工兵也不太敢直接打 這邊我會覺得分兩隊比較好 對對對 這邊要分兩隊喔 工兵往下走 毛兵站康復呈現 這邊再按幾隻毛兵就好 OK我再按 好 按幾隻毛兵 但這邊工兵直接騷擾村民挖木頭 這邊稍微往回落下村民 那這邊瑪雅人就稍微打到 對方賽爾特人的一點經濟喔 但我覺得賽爾特人不應該要去拉所有的村民去 蓋房子 稍微去挖房子就好 但他覺得可能正面打不容易 對還是覺得決心直接往後拉 那看起來他這個結果是比較好的 看來我還是比較菜一點 我還以為他的毛兵應該是夠多 那幾乎看起來是不太夠 還是有點慘 好那賽爾特人這邊點下城堡時代 瑪雅人這邊又靠了一個買賣喔 那賽爾特人也是 兩邊都靠著買賣上到了城堡時代 差距大概只有15秒而已的時間喔 好那這邊兩邊的毛兵應該也就是互投互打 那這邊已經到後方開一個新的打木場 應該也沒什麼看到問題了 好這邊直接上前硬A 但其實毛兵的數量上有點55開的感覺 欸這邊有點優勢了 欸這邊拿得不錯 賽爾特人順利剪掉 瑪雅的工兵跟毛兵喔 但這邊的話就要開始停這個毛兵的部分了 這邊下方的工兵死去再做燒燈 但這邊有洞欸 這邊其實有洞欸 還是他知道有洞他不敢進去 有可能 因為自己只有6隻工兵其實不多的 稍微騷擾一下就好 好這邊工兵 哇這邊工兵繞得不錯 直接繞到精通處 殺了大概2村 3村沒問題 4村也有可以 5村有機會嗎 有 6村沒問題 哇這邊血虧 賽爾特人前期直接爆炸 7村了 8村 9村 10村 11村 11村 哈哈哈哈 賽爾特人這邊血虧 好 但是這邊兩邊互相傷害喔 賽爾特人下方這邊也是圖到了非常多的村民喔 大概圖了大概 8村左右 至於死亡數 瑪雅人是8村的擊殺 這邊是16村的村民 兩邊互相傷害的結果 是瑪雅人這邊村民拿到了一個領先喔 好 看起來這邊射的關係還不錯 好 那賽爾特人這邊城堡師大概已經來到他的最強的時間點了 那這邊的話 賽爾特人呢 盡可能的要趕快出這個投死車喔 去做一個 壓制對手的一個方式 方式 這邊要趕快出按兩排投車喔 兇特 那待會兒我還在補個修道院喔 去防止對手的 這個 鷹刺猴嗎 但我覺得沒辦法 鷹刺猴其實是不太能 用僧侶去 抵擋 因為鷹刺猴本身有抗招響的能力喔 所以很容易 被對手 counter 而且老鷹打僧侶又有外傷害 所以這個成功率會更低一些 那這邊投車威力非常強大 而且攻擊速度超級快 賽爾特人投車 攻速超快25% 人家可以投4發 他可以投5發 這個效果是非常好的 好 呃 如果待會兒要抵抗鷹刺猴的話 我想一下要怎麼打 用大量的弓兵去打嗎 因為其實現在瑪雅人 他這邊要出鷹刺猴去擋 其實不太好擋下來 因為這邊還要先升級 靈甲技術 這個步兵的防禦力 如果沒有升防禦力的話 還是容易被對方工兵吃得死死的 算是連對方的投車也不好減掉 欸這邊投到一村 賺喔 那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 第一個時間點還是用投車跟對方不投 因為投車現在可以 counter對方的 也不是counter 不想抵制對方的投車之外 也可以打對方的工兵 這個交換來說還是比較划算一點 出頭的車的部分 那待會要再轉鷹刺猴的話 還是需要一點時間的 是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出鷹刺猴去解掉的 這邊有投車 這邊可以修一下操作 投對方工兵 對方工兵直接走位走掉 這邊再投了一發 應該投到了 再投一發 哇有砸到很傷 好 那這邊打好 但這邊工兵已經走進來了 法務區的村民又再次受到了重擊 賽爾特人的村民已經反超了 這邊盡可能的再多收幾隻村民了 就很划算了 這邊想要走 但沒有機會 但我覺得巫頭他不把這邊 這四隻村民收掉比較划算 回去跟這個兵反打好像不太好 好賽爾特人這邊稍微小小出現一點失誤 好但這邊投車又砸了一堆村民 這是什麼畫面 我們回去看一下 這個是怎樣 好這邊村民回去 伐木下方這邊 剛才來看一下 上方的畫面 這邊開始砸 但沒有時間在空這邊的村民 直接被砸死 兩村 第三村也被砸 第四村 第四村 五 中兵左右那邊直接開打 好 那這邊看起來 賽爾特人這邊的打法還是比較機機一點 賺到非常多的甜頭 上方這邊村民也是被砸掉非常多隻 那這邊村民樹是非常落後的 瑪雅人只有31村 TC也沒有開下 那這個時間點是不太可能開TC的 一定是全力反擊對手 那賽爾特人目前有點優勢的情況下 就可以考慮去轉出TC 然後農出一點經濟來 對他來說是會比較好一些些的 但是現在賽爾特人就要考慮自己沒有工兵的主力的情況下 現在只能靠毛兵去Counter對手 所以還是先點下了毛兵的三級 而沒有先開下TC 這個也算是蠻好的一個細節 你已知對手已經有一個強大的工兵部隊的情況下 再去轉出TC的話 很有可能會用到生活法治理 這就是一個抗衡的一個機制 那我覺得賽爾特人這邊選擇的打法很不錯 直接選擇轉出戰毛兵 好 戰毛兵三級好 接著一個護頭動作 OK 再射一下 欸 這邊TC 還來不錯 還不錯 蓋的還來得及蓋好 OK 投車繼續入坑入 這邊聰明想要抵擋住對方的一個前進路線 這邊可以考慮蓋一個房子嗎 好 這邊TC 射掉了一些工兵還不錯 剩下兩隻的工兵 其實這邊也不用過度拉村 後面還有毛兵在做埋伏的動作 下方 欸 下方怎麼會有這個對手的毛病 只是用拳套開扁 哇 這邊有死一村 好 那目前兩邊又在交換下來 結果 村民宿又拉近大概五村 那賽爾特人領先五村的情況下 還是具有優勢的 那待會賽爾特人還是要趕快把家裡危起來 會比較好一些 因為他待會的對抗攻變能力 激動性可能會不夠 而且這面的伐木區有點危險 這邊可能要盡可能往後拉比較好 反正後面還有木區嘛對不對 變為死就可以爽爽伐木了 好 但是對手也是出了投車車 投車車的話這邊可以考慮 去按幾隻的騎士 這邊有轉馬舟嗎 有 對啊 剛剛我記得有騎士 按幾隻騎士 按個兩隻 就可以抗可跳這兩隻投車 很划算的 最方向攻兵速度多 現在完全按個騎士出來是比較好一點 但是瑪雅這邊已經開始慢慢轉出了 鷹刺頭的升級了 英勇是開始提升科技 那這就是我說的 這個鷹刺頭要出場 需要一點經濟實力的時候 再去打會比較好 欸 這邊投車交換得還不錯 再來投一發 一換二 戰爛 沒有投車的威脅之後 毛兵就可以無情的一直往前 上前防A囉 就不用擔心對方投車做一個反打 這邊直接鷹刺頭撞TC 應該直接被收掉 沒有防禦力的鷹刺頭 英勇是很薄弱的 OK 收掉 好 趕快點下二防 那鷹刺頭出來之後 瑪雅人的一個打法走向 就會比較偏一個混合系打法 光兵加上鷹刺頭 全黃金陣容 對瑪雅人來說 算是一個比較輕鬆的打法 如果對手要反制薩爾特的話 這邊就要考慮要不要轉出 薩爾特的松藍武士 但是如果要轉出松藍武士來抵抗的話 那就會需要大量石頭 因為這邊前行石頭還沒有挖的關係 要蓋住城堡是很困難的 這邊待會所有的九個村民 應該是要繼續瘋狂挖石頭 然後轉出一些松藍武士去抓對方的英勇士 會好一些些 因為如果他出這個薩爾特人 出這個騎士的部分的話 這個成本招架太高了 雖然可以抵抗對方的英勇士 跟這個投車 但是對付對方的工兵來說 成本來說犧牲 比例來說是比較貴一點的 不太建議這樣打 還是會比較建議出毛兵投車 稍微抵抗 但是因此無法抵抗的情況下 你就只能轉出自己的松藍武士 去打會更好一些 不然你投資太多的騎士 去做一個抵抗的話 很容易自己的經濟直接崩潰 就不上對方對手 因為這時候他已經3TC開下去了 騎士的肉量是要65肉 然後75斤 應該應該是這樣子 那你這樣子的投資成本 就有點過高了 這有點是你去 是需要去計算你的經濟成本 因為你想對方一隻 一隻英勇 是20食物 加上蠻吃黃金 你用一個65 75黃金的單位去做交換 而且還不容易判人 甚至有可能被對方的工兵射死 那你不如出這個松藍武士 加投車毛兵的一個抵抗 雙藍武士我記得25斤吧 這個成本來說 就比較符合 跟因此有的差不多 甚至你這個成本 還有可能是打得你對手的 英勇士吧 甚至還可以康復對方的投車 跟這個奴兵 奴兵跟松藍武士應該算是 制衡關係 有點五五開 奴兵的話 有高地的話是六四開的一個部分 所以贏的機率來說 薩爾特人 出這個松藍武士是不虧的 但是如果要出松藍武士的話 待會工坊還要升級之外 龍田的部分好像在灑更多一條 待會這個城堡可能會插在這個位置 中間的位置 那這邊田可能要先稍微撤退 會比較好一些 這個洞可能還要再提一下 龍田 這邊薩爾特人明顯有很強大的劣勢 這邊是瑪雅人 直接來硬蓋城堡 那這邊我覺得對瑪雅人是一個賭注 這個城堡要是蓋起來的話 當然是很賺 那蓋不起來的話其實很傷 好這邊頭車砸個一波 英勇士直接進來 這邊頭車趕快再回頭砸一下 好再打到一些傷害 他們效果還不錯 這邊裝兵數量還是有的 好那這個城堡 利用了非常多的頭車 加上說明的一個西藏 應該是能蓋得起來了 哇賽 這邊有一個巨大的劣勢 直接蓋在中間這個位置 反正他預示必定是要蓋這個位置 但沒辦法 會對手逼到後方 這邊趕快要過來蓋 不然但是這個城堡好 會更難蓋起來 這邊都能稍微反應對方的一個封兵 兩方的一個交換 其實對薩爾特人是蠻傷的 這個城堡 直接可以插爆兩個TC 對瑪雅人來說是非常賺的 因為瑪雅人這邊是單TC運轉的關係 所以知識上並不好 但是如果這邊頭車 不是頭車 這邊村民沒有蓋好 93%還不去蓋 蓋蓋蓋蓋蓋蓋 蓋蓋蓋蓋蓋蓋 蓋起來就對了 好 那目前薩爾特人 現在要往後要做的事情 就是趕快的到後方開TC 或者是去灑農田 因為他這邊太多農田 直接被插爆了 沒有辦法去印 不然就是這邊要按衝車了 那衝車的話又需要一些木頭 這邊要用衝車來反制的話 待會... 好像可以耶 他這邊可以衝車反制 可以 那待會應該會補衝車 待會有木頭就會開始按衝車 好 但是這邊 塞爾特人要去思考 他有沒有開TC 這件事情 剛剛看到他的軍隊 有兩台頭車 還有大量的工兵 應該開TC的可能性更差了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邊補個衝車來頂還是不錯的 而且這後方還有城堡在輸出 對方要來解衝車其實也不太好解 那我覺得這邊可以嘗試去補一下這個衝車 會比較好一些 因為離上帝龍時代的石頭還有一段時間喔 如果能在第一時間解決掉這個城堡的話 那你這個TC 兩個TC就可以拿回來了 其實是蠻賺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投資成本來說 蓋衝車並不虧啦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想一下 待會這個瑪雅人要怎麼打 會比較好 這邊待會可以考慮全部 這個就當現場 瑪雅人這邊的話 上方是過不去的 你一定要往下繞 好 那正面的部分 雖然 他蓋這個TC看起來很危險 但我覺得蠻賺的 但這個時候賽特 卻沒有蓋衝車 我覺得蠻讓我意外的 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想要按衝車 畢竟對方上城堡時代的 老帝龍時代的可能性是偏低的 好 我們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看一下後期的一個打法 好 這邊稍微有做一個抵抗 薩爾方 弓兵 做一個輸出 這邊要小心對方的籌車 那賽特人打城堡時代打弓兵 也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這邊鑽一個漏洞 鑽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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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跑 趕快 趕快 收一下村民 到裡右側看了一下 頭車部分 後面有青頭 正在生產 頭個一發 直接抓到一個對方 灰四眼 突然冒出來頭車抓掉 所以這個一抓很關鍵 那這樣子它像有頭車優勢的關係 所以沒辦法很輕易的再繼續往前 好 這時候已經檢一下了 彈道學的宣傳 那賽特人這邊很努力在灑田 但田灑的依舊不夠多 待會這邊 還是要灑一片農田 把這邊是農田灑爆 然後後方這邊 再開一下更多的魔法 因為這邊有城堡保護的關係 這邊很適合開農田 回到正面 鬆蘭武士果然出來了 你看鬆蘭武士打工程器 效果多好 打英勇士也是輕輕鬆鬆 鬆蘭武士的成本CP值非常高的 對上南美洲文明 打英勇士 夠賺 對不虧 而且跑速好像還比英勇士還快 對不對 對 1.38對上1.26 這個跑速來說是 大優英勇 英刺 英勇士 現在變英勇士 那這邊修城堡 結果還被對方反而殺村民 哇這邊直接損失非常多的村民 有點尷尬 這邊還打得不錯 這邊有一隻雙蘭武士 經驗開尻 這邊想要蓋房子 竹子對手進來 但沒有辦法 還是被溜了進來 那目前雙蘭武士 剛才是3TC打3TC 但是其實是雙蘭武士 賽爾特人是4TC 這兩個TC其實沒有直接被斷掉 原本TC再加上後方再開兩個 4TC開農 村民上來說已經會領先 瑪雅一點點了 剛剛賽爾特人又送了幾村 所以兩邊的村民是差不多的 這邊瑪雅人 必時間要來解決掉這個頭車 要能解決掉這個頭車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但是會有機會讓他打掉嗎 頭車往回打下 哇來不及頭左邊一發 這邊直接被直抵頭車傷害 這邊第一時間想要把對方的頭車 給拿出來 但是看起來有點困難了 還好在第二發出來之前 直接打掉 這邊瑪雅人解的還不錯 這一波進攻 賽爾特人雖然送到自己 全部的單位 但是已經點下了城堡 賽爾特人 賽爾雷是不是 一擊農現在才點 都已經快要替王了 那他這邊可能要連攀兩個 農田科技會比較好 好待會再攀一下農田科技 看一下 再攀一個再攀一個 啊這個田很灑太少 待會要出雙爛模式不太好出 好雨色頭往後走 這邊走進來有洞 其實有點尷尬 賽爾特人這邊先收一下村民比較好 好 這邊會有危險喔 這邊危險程度非常大 當然是帝王時代了 好 我要三級防點一下 有三級防之後 打對方的馬魚射手 就會比較easy 五隻應該可以上去打 還是他是想要點三級防 如果是我就會想上去打 好這邊上去打 結果來說 欸看起來是有點誤 五開 啊一級防守殺人士跑掉了 好那應該是可以擋住啊 不對那隻跑掉造成好像沒有打贏欸 過怪的過怪的 好三防好了 能頂住這一波攻勢嗎 哇沒有拿下來 怎麼有點微妙 好 綠頭這邊開始拆對方城堡 後面在城堡在修理 但是後面這個馬魚射手 還在繼續輸出 好這邊太想要著急的去外面擴張領地了喔 家裡還沒有顧好喔 衝你趕快扁一下他 好那城堡終於斷掉了 待會就可以出去攻擊外面馬雅的一個領地了 那比較稍微可惜一點是 這個小小的金礦處 快要被對手挖完了 那這邊賽亞圈 急需要獲得更多的黃金礦 所以只能被迫到外面危險去挖礦 好那松南武術 可以直接把對方的馬魚射手包夾起來 往死無通裡打 好蠻賺的 這邊蓋下一個TC 那可以考慮在前線這個地方 再蓋一座城堡 可以稍微守住一下這個石頭的位置 但對方是高地堡 所以城堡的話 可能要去思考要不要蓋這麼前面一點喔 可能可以再稍微蓋這個後面的位置也可以喔 讓對方的城堡的距離 會比較好一些 好那帝龍師來點下了馬雅 點下了這個三級弓跟化拳 打得還算不錯 那待會馬雅的一個重點喔 是要如何轉出自己的英勇式的黃金譜 或者是直接轉出信用來打 那為什麼不能指出劍勇的原因 是因為對方可能會轉工程器 像我們說的奴炮投車的部分 如果轉劍勇的話很容易被串燒死喔 而且賽爾特人攻擊速度 這個 奴炮血量多 攻擊速度又快的情況下 出這個 劍兵勇士的投資價值 其實並沒有那麼好 這樣可以counter對方的一個步兵單位喔 但我覺得松蘭無視用自己的馬雅與射手 去做一個堆擊射擊就可以了 那更多的情況下 我還是要去轉出自己的黃金果 去當一個騎兵使用 有一個機動性的一個單位喔 去把後方的攻城器 投車奴炮來說 都是非常好用的 所以馬雅的目標現在最好是 趕快轉成馬雅與射手 搭上這個黃金果的一個combo打法 這邊把這個空直接射光 結果他這個蓋城堡的位置 共享的差不多耶 我以為是蓋這裡 好像是蓋中間的位置 好 這邊村民想要再過來蓋 這邊村民dc還是變色 這裡沒有更多村民可以來蓋城堡了 這邊城堡還有87% 這邊兩個巨頭的關係 沒有辦法讓他很安全的 去找他支援 不要拿很多村民過來修理 那第三台巨頭沒有好 也沒有在製造的關係 所以這邊的城堡應該是有機會手下耶 而且又是高地堡 好 那這邊村民dc後方有抓到一個頭車的一個動向 看得不錯 再來這邊去行攻擊 後方的一個羽射手 好 那就是馬雅這邊已經沒有石頭了 所以這邊沒石頭 看來幫我買一下 OK買了100石頭 繼續修理 那這邊就很尷尬 馬雅現在沒有足夠機動單位 只有羽射手的關係 免辦法對對方軍頭實際 造成一個重大的打擊 好 果然轉了最後記得英勇士 那如果對方轉了太多英勇士的話 松浪武士這邊可能再按多一點 但還是打得贏 甚至打得五五開 那如果對方存出松浪武士的話 那自己就要小心了 攻兵數量會不夠多的問題 這就是一個賽特人對邁阿倫的比較經典的一個博弈 我覺得蠻有趣的 因為這個以前在CD國還沒有決定滿之前 是很常看到這個對局的 那也有很多新手 也不知道該怎麼玩賽特人對抗公兵國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經典的例子 你要對抗公兵國的話 你一開始可以打公兵 公兵轉這個松浪武士 是比較好一些的 這邊馬雅人的公兵 直接壓制對手 但很幸運的喔 對方的高地堡直接被端掉了 後面這座城堡應該也是兇多吉少 因為三巨頭的話 在賽特的連理喔 基本先直接招四巨頭的一個傷害了 好 那這個DPS數量極高 這邊蓋下非常多的巨運 轉出了老鷹 老鷹這邊有三防 但是還沒有一級攻 攻擊力還是要點下 還有這是黃金果 黃金果我覺得要趕快優先點 血量多40滴血 基本上快要變成50%的血量了 快要加到快100%喔 不好意思 應該至少有到88%了吧 或是85%的血量 哇 看起來馬雅人沒有足夠的 舉射手 可以來做補抗喔 黃金果血量也沒有補上 關機直接嚼倒對方的英勇士 黃藍武士的一個最大遊戲就來了 造價賠你傷害極高跑46塊 就可以追上英勇士 屌滅 這就是我說的屌滅 這邊直接轉出了強奴 為什麼要轉強奴呢 是因為他的城堡已經被關光了 三座城堡全部都被賽爾特人拿掉了 所以現在沒有羽射手可以做使用 但是如果打強奴的話 又很容易被對方的 賽爾特人的松藍武士追上 所以這個工兵居然一樣夠多 才會有足夠的抵抗能力 好 那這邊賽爾特人直接爆打一波反擊了回去 那這邊工兵有少量的在做騷擾 一定很快又被抵抗下來 上方更多的松藍武士抓到這邊TC 還有農田拔木工 看來是沒救了 松藍武士直接反推了回去 松藍武士的數量還是蠻多的 而且這邊是還沒有點向金瑞的松藍武士 看起來賽爾特人的經濟上也沒辦法那麼好 可以轉出更多的松藍武士的金瑞的升級喔 三級工可能考慮點一下 會更好一些 會更好一些 好 那銀武士 果然是複敵松藍武士的 不過才點這個一級絕金 這個賽爾特人有點LOST掉了 這個升級科技的問題 通常這個一級絕金喔 是要點城堡時代的升級手就可以點 這邊剛剛聲音開始有點斷掉 這件我的電腦有點問題 是不是用了四五年的關係喔 所以導致他現在有點 定蝶怪怪的 有時候聲音會有大呼小的問題 這個有些問題我真的不太懂 好 現在這邊牆民想上高地反殺 但是這邊松藍武士想要太多 直接包起來打 之後工兵直接損失掉 這邊還點下金瑞松藍武士的升級 最後一根稻草 要壓垮瑪雅了嗎 這邊瑪雅直接GG 連GG都沒打 應該很氣吧 對方指出收藍武士就打爆我了 確實是這樣子喔 收藍武士確實是可以這樣打的 我覺得瑪雅這邊轉英勇士 投資的成本代價太高了 他點金瑞是正確的 但是第一時間喔 要先確保好自己有沒有足夠的工兵數量 大概去轉一些英勇士喔 雖然你工兵數量不夠多的情況下 直接轉英勇士喔 就會直接被爆打 所以這是後期瑪雅的人的一個小小問題喔 他如果後期沒有投資這麼多英勇士的一個升級科技 轉出更多的工兵的話 可能正面不會崩潰得那麼快喔 甚至這些投死車啊 或者是 或者是 投車奴炮之類的 都可以用衝車去解決的喔 瑪雅人並沒有這樣做 反正是想用英勇士做一個抵抗反擊 那這樣統治成本就會過高 導致自己的工兵數量不夠多 然後被對方的步兵直接反壓回去 這是一個瑪雅後期的一個 他做的不太好的一個缺點喔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部分的話 瑪雅人算經濟很好 那我們剛剛有講到 瑪雅人到大後期喔 這個經濟量一定是會好的 好到一個不行 那薩萊特人的話 只有木頭上有優勢喔 但是為了要轉出更多的這個 松蘭武士的關係喔 反正木工的部分喔 大部分還是轉成農田農民喔 所以木頭量會輸瑪雅是正常 畢竟瑪雅前期也是出了蠻多投車跟工兵的喔 所以木頭量一定會多的喔 那你們看這個是很典型的喔 經濟輸人家 但是卻輸了軍事喔 這個就是一個 很完美的 塞爾特的 Counter對方工兵國的一個打法 那我覺得這場比賽是相當精彩的喔 那我們就差不多了 好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要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也記得幫我按個喜歡喔 可以讓更多人看到這部影片 好啦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喔 各位掰掰 我們下見的影片 我們下見的影片 我們下見啊 ,下見啦 我們下見的影片 我們下見的影片